嘿嘿 今天就是要到這個苗栗 通宵國中去演講 那其實原本我是想要拍這個苗栗的兩天一夜 那其實在前天的時候我們臨時把這個飯店取消了 原因是因為這個飯店 它沒有無障礙房 那其他房間又怕輪椅進不去 然後還有高度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把原本是計畫拍兩天一夜 利用這個演講出去玩 拍兩天一夜 但現在就取消我們就改成苗栗一日遊 好不好 我們現在就是要出發去苗栗 然後我們會去苗栗的幾個景點 也是我的這幾天做功課覺得還不錯去的景點 其實有一個其實在幾年前有去過 但我覺得那邊蠻值得再去的 畢竟那時候去的時候呢 人跟現在的人不一樣 好不好 所以我們今天就一起去苗栗國 我是說苗栗 出發 說這個車子找哪個大象 剛去泰國回來的人 看到什麼都大象 這個有像大象 前面這個車有爆了 你看 你看像我再一個死 應該就是他的一個死 哈哈哈哈 2 2 3 4 4 6 7 7 8 我們前面就是原本我們是要吃這個玉品鮮肉湯包 對這個湯包呢一直都有一個情懷 但是剛好他們 因為我們現在才11點多 那他們玉品鮮肉湯包是12點多才開 所以我們就買2點半才開 所以我們就只能買在正門口的那一家 然後就想說看起來好像也蠻好吃的 然後他就是我們買了兩份炒飯 一個是下人炒飯一個是肉絲炒飯 然後再點一個青菜 然後是點高麗菜 因為怕這個會膩啊 所以我們就這樣點 好不好 大概就像這樣 其實他吃起來蠻好吃的 就是很古早味的感覺 我們這個吃完之後 我們待會就是先去第一站是那個虎頭山觀景台 那虎頭山觀景台其實剛好距離我要去的演講 通宵國中就在他隔壁而已 所以很近 所以我們第一個正式的今天就是帶回的那個虎頭山觀景台 然後再就是去演講 演講結束之後我們再會去一個 下一個也是今天一日遊的最後一個景點 我們今天就是準備兩個景點而已 那再來就是那個墨內秘密花園 這個也是我們今天做一個行程 也是有之前我去過 我覺得那邊是一個非常好拍照的一個景點 請問前女友去跟現在女友去的差別是什麼 這個要去的之後才知道啊 請問你在現在女友去前女友去過的地方的用意是什麼 就是把回憶蓋過去 我們現在來到這裡就是這個虎頭山風景區 那我們這邊就因為它是位比較高高山 當然面倒很高 但是它就可以看這個圓景 然後今天風非常大 超級大 但是我覺得這邊很愜意很涼很舒服 就是還有一個這個這樣子的一個小神社 其實這樣拍起來應該是蠻漂亮的 那我叫蠱蠣 好那在今天來這邊就是很榮幸可以來這邊 跟各位分享自己的故事 那在分享故事之前 我有一個小小的私心 就是我想要詢問各位同學 就是 好我們剛剛結束了 通宵國中的這個演講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去今天的最後一個景點 墨內秘密花園 那我們墨內秘密花園 從這邊過去呢 會大概需要半小時的時間 因為它比較靠近這個善意的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開車準備前往囉 可以看看各位在幹嘛 走 在整理額頭吧 走走走 GOGO 有沒有 橡皮 我們今天我們今天到底要收集幾隻大象呢 這個就是一個超級髮架丸 我們這次出來玩也是在考驗車屋裡吃 就是增進它的駕駛技術 你知道 這個哇 作為副駕好不好 我已經做好了 心理的準備 等一下 運車了嗎 投胎的準備 好我們現在到了我們今天的最後一站 墨內秘密花園 那它這邊呢 就是主要就是給人家拍攝 不管是拍新娘照啊 還是拍情侶照啊 各種你想拍的東西 都可以來這邊 我覺得這邊就是非常適合這個 攝影師來這邊 就是看到它很多的布置的場景 你就覺得 非常的興奮 它這張卡牌是因為它很好 這個從外面面進來 所以光線打進來 所以這個場景以外 怎麼拍那個膚色 都滿漂亮的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 我們就都進去看看啊 對啊 我之前有一張就在那邊拍過 這個景超漂亮耶 你看這個景 你看這個光線 太漂亮了 小朋友我們現在趕快來拍 好 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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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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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還搞得一副我們好像要參加什麼婚禮一樣 我們呢就是今天差不多到這邊差不多要結束了 那今天這個苗栗是一個一日遊 雖然說我們沒有到一整天到晚上 因為我們還要回家的關係 而且我們租車是沒有租到那麼晚 所以現在時間現在幾點 現在快五點了 我們現在就要回去 今天這個苗栗一日遊 我們其實主要就去兩個景點 一個是虎頭山 然後一個就是這邊的墨內秘密花園 其實我覺得這兩個景點走的風格都不一樣 而且我覺得都還蠻值得去的 比如說以虎頭山來說 虎頭山它就是可以遠望整個通宵城鎮 然後其它面向的地方是海邊 你可以看到海然後可以看到風車在運轉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蠻放鬆的地方 那第二個景點就是墨內 就是我們現在在的這個地方 我覺得這地方太好拍照了 就是這邊應該是所有喜歡拍照或者是攝影師 都一定會非常喜歡且興奮的地方 而且這邊的光線很好 我覺得他們這邊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我覺得他應該是有注意到 就是有一些小巧思 小巧思 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他很多地方是他光線照進來 然後面向那個布置物 所以你這樣子光線充足 而且不會逆光的情況下拍 就會非常的好看 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是有特別設計過 只是真的要講這個地方到底適不適合輪移珠 比較沒有那麼的方便 因為他畢竟是在一個半山腰 就是他一個高度 所以需要給他幫忙推 比較沒那麼適合 比較沒那麼非常適合輪移珠 但是我覺得還是因為他很漂亮 所以還是可以值得來 好不好 那午餐的部分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我們沒有吃到這個 玉品源那個燙包 因為我很喜歡吃燙包 然後就想說感覺很好吃 而且我看Google評論也很多人有推薦 那我就想說很可惜 不過沒關係 好不好一定還有下次的 那我也是透過現在做環島公益演講 來到不同縣市 然後就邊演講邊玩 我覺得這樣子也是挺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差不多要準備壞台中了 好不好 那就謝謝你們今天收看 那我覺得我今天來的這兩個地方 真的超推必來 好不好 那我們感謝你們收看 那我就持球 下午再見 拜拜